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我覺得台灣並不缺電影 我們有一大堆好萊塢電影 日本電影 大陸電影 可是我覺得台灣沒有台灣電影 我們看不到台灣的電影 有台灣的元素在講台灣人 台灣的土地 台灣的事情 今天為什麼會去做這部片子 就是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個關於台灣的電影 我們真的是要講一個台灣的故事 我們的台灣的故事沒有人關心也沒有人看 我們假如自己台灣人不拍台灣人的故事 有誰會拍呢 光榮新春就是一個台灣的縮影 那就是一個不同族群的人來到這個地方 這個國家需要一些拼命來保護國家的人 他們有很多感慨 那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除了戲之外 談他們這一生到底忙了些什麼 有沒有價值 提煉出這麼一個主題 然後它裡面有 如果說它有很多傷感 這也是震撼觀眾的地方 它那個送信者給我最大的感觸是 它把日本國民 把國民的氣質都提升了好多 就覺得每一個日本人的氣質都變得這麼好啊 這個眷村的背景 是年輕跟老一代 它是一個很強烈的 因為一個生存遊戲 衝擊在一起 這是最好的一個背景 來描寫這個眷村 到底是新的舊的 還是應該被唾棄的 還是年輕人不屑的 這個交代最清楚的是 用這個體產真的很好 我們自己不自覺的一些小小的事情 或是我們自己所不在乎的一些小事情 可能在別人 在別人的世界裡面 在別人的眼中 是一個陡搭的事情 那我們也藉由這樣的一個不小心 來創造了很多衝突 其實我們會覺得 就像台灣現在很多衝突一樣 我們常常覺得 別人在290 也許別人他們真的也無心的 因為很多事情就是 這並不是他一個在乎的東西 所以因為每個人在乎的事情不一樣 所以我們其實在整個片子的架構上 其實就是在focus在 因為不同的人在乎的事情不一樣 而產生了很多衝突 所以必須藉由一場戰爭來解決它 中華民國創立之後的一些戰役 跟眷村這樣的一個融入、興衰 把它合在一起 然後就有一個非常歷史感的一個片頭 也交代了一個這個國家的 從前的一些事情 然後現在有這群老人住在眷村裡面 然後才過了片頭以後 現實才真正開始 電影本來就是同一件事情 我們看到不同角度的在發生 就是說同樣一個場景 同樣一個空間裡面 有不同角度的事情在發生 現實面的考量 只有比較大成本大規模的電影 有辦法來做這種2G或3G以上的拍攝 我可以利用雙機的這個拍攝 可以來改變演員演出的節奏的部分 因為我們的演員真的太棒了 怎麼樣再讓他用他的方式去演出 可是我又可以在視覺上 不會覺得這個節奏慢下來 那我想雙機也是一種Solution 也因為我要做這件事情 讓燈光師、攝影師 讓整個production的過程非常非常的辛苦 可是事實上我認為 我們今天這個片子很好看 跟我們用雙機其實是有很大的因素 調光師跟導演也做了很多努力 把兩個不同調性的攝影機的光碰調在一起 那最後的效果我覺得是相當不錯 很特別的影像 我們還是必須要做特效 來彌補這些我們現場因為沒有發射子彈以後所要做的事情 那這個部分真的我們也要感謝麗達 幫我們做聲音的中影的那個混音師啊 就是說這是他混過以來最過癮的 好不容易可以把一百多鬼的聲音 全部在那個空間裡面做出來 我是中影的杜比混音師 也是這部片子的聲音監製 光槍的軌道數就大概有八十幾鬼的 槍的軌道數 不包含對白那些 所以加起來其實已經差不多快一百三十幾鬼 是蠻驚人的 其實是還蠻爽的蠻貴 雖然是蠻累的 可是就是做起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的爆破的場景啊 會有一些子彈的一些東西 那其實做出來的最後的效果其實還蠻 還蠻令人振奮的 跟幾部蠻大的戲其實都是差不多 都在同一個等級的軌道數 因為他的數量其實是蠻細的 而且這部戲如果大家觀眾到戲院裡面去看的時候 我在想他們會蠻營就有那個星光的效果 那個子彈在戲院裡面亂飛的感覺 那真的是聽起來非常刺激 所以不只是混音師混得很刺激 我們自己在這個混音的時候 聽到這個聲音在這個整個很大的戲院裡面 飛來飛去的感覺 好像我從前在好萊塢店裡面才會有聽到這樣的東西 它裡面比較難的地方是其實是在於說 像它的槍聲 它比較複雜它不是真槍 那因為在我們所有的Library裡面 我們的音效庫裡面其實有好幾千種的那種真槍的聲音 可是走不到那些所有的BB槍的聲音 所以我們要把所有的BB槍 全部再拿回來全部再重授過一次 然後用裡面的素材讓我們自己自製的素材 然後再去重新再 再去做音效的設計這樣 這是比較 稍微比較困難的地方 比較要挑戰的一些地方 然後它裡面的槍戰其實還蠻精彩 因為剪接上面其實 雖然是在一個小小眷村發生了 其實它整個剪接起來的一些步驟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緊湊 如果到戲院去看的時候 你會聽到各個角落是有不同的子彈 不同的槍聲 一樣那子彈也不是真槍的子彈 那全部都是BB槍的子彈 其實這部片子其實蠻特別的 它是一個action的film 它是跟眷村相關的一些背景的一些故事 它是一個非常民族融合的那種感覺的一個片子 跟一般我們在社會上看到一些現場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再加上一些它的動作部分 加起來其實它是一個非常有娛樂價值的一部片 我們片尾當然也做了一些規劃 就比較像紀錄片 就等於在roll car的時候 好像又回到我們的老本行 roll car的時候好像是另外一部紀錄片 在紀錄著眷村的一些拆遷的事情 所以其實這個片詞就是從一開始的歷史 然後進入一個虛擬的幻想的 一百分鐘的槍戰 然後到了最後又回到現實 所以希望在roll car完了以後 大家走出虛院 然後去看看真正的現實 又是長了什麼樣子 當然這個過程實在是不足以外人道 感謝李良玉小姐 她原本在立達跟後來在中營 她一直都很喜歡我們的片子 她一直在協助我們 不管在資金上或技術上 都一直很努力的幫我們解決很多問題 我們台灣剪接界的這個太斗級的跳賞 她也給我們非常多寶貴的經驗 馮光遠先生非常有名的作家 她也幫我們在劇本上的一些論筆 資深的製作人余老 她也提供了很多 所有的關於這些感情的 這些歷史背景的 其實都是仰賴著這些知道的 有這些背景的人 然後我們等於從他們那邊得到功力 來灌注在這個片子裡面 所以最後的結果 當然是有非常非常多人的協助 所以才可以讓她用一個 說實在真的是非常非常微薄的預算 可以拍出一個這樣架構 這樣規模的片子 對 以我們這樣的人力物力資源之下 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影像跟場面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 還蠻值得大家去鼓勵的一個電影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成長背景 都有她的成長背景 所以這個都是她的優點 可是也是她的缺點 也就是說 每個人因此就會有某種程度的盲點 我一直覺得就是說 因為電影是一個大眾娛樂 它是要給所有的人看的 不管是年紀大的 年紀小的 男的女的 或什麼本省人外省人 所以其實在整個過程中 從劇本一直到剪接一到最後 其實我都非常喜歡去聽一些 跟我完全不同個性 完全不同成長背景的人的意見 因為我覺得他們所看到的 會跟我看到的完全不一樣 這個片子某種程度上 有一點意思的地方 它其實包含了很多不同的面向的東西 我也希望這一些不同人的努力 其實都可以在最後成品裡面 被看到這樣子 那這絕對是 所有的人的努力所做成的 絕對不是我一個人所能做到的 這實在是要感謝每一個人的幫忙 每一個人都貢獻了他的 智慧、才華跟熱情 我身為一個導演 就好像最後那個炒菜的師傅 怎麼樣把大家所準備好的東西 把它弄起來 要不然說真的 要以這樣的經費 要拍這樣的規模的電影 我真的覺得還滿奇蹟的 所以今天這個電影可以完成 基本上就已經是還滿功德的 真的 我覺得Walk Game 229 完全不像任何你所看過的國片 它真的跟所有你所看過的台灣電影 完全不一樣 那你要給它一個機會 也給你自己一個機會 我們台灣的片子也可以拍成這樣子 對 對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